绕下来 然后呢 这边会有很多穴道 中医长的那个膀胱经其实很重要 其实我们的膀胱经后面有很多那个穴道啊 就是所谓的那个股脏内斧反应到背部的疏穴 所以呢 其实古代中医在这边有一部分来讲 你内脏出毛病的罢了呢 比如说你胆胆的问题 或是那个皮肿大 或是一些脊胀的问题 什么一些心中胸肺的问题 你只要从这边去尊重这边处理的话 其实 其实是可以治愈的 当然这边很比较危险 因为它比较薄 我们踏尊重下去有多个气胸的问题 然后呢 它整个这边从这边一直侵延下来 那其实我们常看到就是说 很多人都不要伤背痛 要伤背痛的话其实 刚刚讲的就是说 刚刚讲的 我想刚刚从讲课到现在有点时间 顺便跟大家讲一些有趣的东西 脊椎保养有一个最好的方法 就是跳那边舞 我大家怎么跳 大家可以先站起来活动活动进步 那个脊椎 脊椎的调量 我可以讲大家讲 我们脊椎其实如果说你做得的话 假设你站的话 你的脊椎受力是 呃 是身体体重一倍的话 你做的话 你的腰椎承受力量大概是身体的四倍 理想中可怕 所以长期久做的 其实蛮上腰的 然后另外你如果说 躺着的话 大概脊椎大概承受力量 大概腰椎大概承受力量 就是面上倍 我们要保养脊椎 其实很简单的方法 刚刚讲是左右换位置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学的像我一样 左右这样扭扭扭扭 那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我才成所长交换的扭 不要以为是不好 这个其实要扭到一点技巧 我跟大家讲 你的脊椎大概一个肩膀很快 一个肩膀 稍微微的蹬低一点 也不用太低 微微落滑 然后你这左右 然后你的手跟着你的屁股 是有点对称性的扭 就像这样 其实这个很舒服的 但这个有个小技巧 你在扭的时候 你要从 感觉是从一个尾椎那边 就会晃上来 我刚刚不讲 就是 就像地基一样 你感觉从这边看来晃晃晃 它就变得这样甩甩甩 可是呢 你如果不觉得是 腰椎不舒服 手肘的对应的位置 就是你所谓的 受伤的这部树的位置 然后呢 你如果胸这部树 你就会拉高一点 比如说 我现在胸这部树 我可以这样子 看起来就好 看起来就好 真的 我跟你讲 这个有用 那腰双背痛症真的很多 那 因为这个东西 你不教大家保养的话 你看不完的医生 真的看不完医生 我常常这样子 我会叫大家去做 因为 你不教他们这些做运动的话 你常常就看不完的医生 所以大家没事 看着电视可以这样左右扭 有的话 膝盖的比较前后 肌盖的时候 我们这个身体就是这样左右晃 我们是左右晃 左右晃这样 然后手要跟着那个 跟着身体要做一个斜条这样晃 好 好 大家没事可以这样跳跳舞 好 大家可以先休息一下 走 好 大家腰下的比较舒服一点 好 所以做跃的话 其实蛮 蛮脏的 那另外一个来讲的话 就是 就是 刚刚讲就是说 如果你遇到就是 那个 常常睡 睡觉的时候 要很痠痛的人 也许是那个 常常开过刀的人 开过刀 他那个 脊椎因为有 有开过刀之后 你的那个刀巴 中间刀巴 会把周围的肌肉紧崩 紧崩的结果 他常常有腰霜背痛 那我想再另外再教一个很简单 我平常也会做的一个保养的方式 好 那 现场可不可以请一个 有没有谁要自愿上来 上来示范一下 就是我家保养的动作 好 就先举手先过来 好 那个 就先饭给我蛮烫 哈哈哈哈 好来来来 可以 那没有差 来 那个 你来从这里 头在这里 对 先脱一下 正 对 先脱一下 好 那云子上的话 其实 另外一个最简单保养的方式就是 两脚弯曲 好 两脚并 大概呢 你的小腿跟着床 大概是垂直的 然后呢 这个方法很简单很简单 我们刚刚讲的是以轻柔为主 大家记得柔伦克钢 刚刚讲的是我们原则就是以柔克钢 柔是最好的 所以呢 你在做的话非常简单 你的两脚膝盖往旁边这样转过45度就可以 然后这个时候你的头往另外一边转过来 然后再转过来的时候 脚要转过去 好 再转回来 45度就好 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晃了晃去呢 有什么好处呢 呃 因为像我们是以九为单位 大概是九次 乃为算一次九次就可以 这个方式啊 其实是 呃 算是只减于凡吧 比较简单的方式 你这样晃的时候 这边脚过来的头转过去 好 就这样做九次 好 你先做九次好 我再讲 那 那个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们的脊椎 其实它有一种很特殊的一个情况 那个 颈椎这边跟腰椎这边 它呈现一个像是那种 有毛巾的一个状态 它会成立下一个毛巾的状态 所以我们 我们如果脊椎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扭的时候呢 它整个可以联动到 联动到你整个脊椎做保留 好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有些脊椎吃完非常厉害的人 他去吸一开 硬把拉回去 定起来 那那个非常惨 就是什么 一个 它脊椎硬掉 它整个不能活动 另外呢 它把它归正之后 只是它让它是周围 好像是位置正的 可是它会 其实外的话不只是 通常脊椎是 側弯加旋转 它是一起的 你硬把它拉回去的时候 它旋转的力量 它没有把它处理好 它也不可能处理好 所以呢 患者以后 它会再扭曲 就是说 你把它弄回去的时候 它可以扭转的力量 太强了 你日常生活中 它不轻松 自然就把它拉回去 所以做这个方式来讲 脊椎像扭头筋一样 扭一扭的话 它自然就去放松 去调整压力 所以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好 可以 好 那你先在这边再等一下 那那个 平常那个膝盖 有没有不舒服 没有 那可能要找一个不舒服 好 谢谢你 好 然后另外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 刚刚讲的是 我们要救救怕